在细止西湾路一段的高速公路 靠近寒洞的地方 因为简陵住家一直以来 高速公路车子噪音都让附近的居民很困扰 而在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争取 现在寒洞两边的隔音墙已经进场实作 也让地方很开心 只是施工之后 边坡土石着下雨就会不断的滑落 他们也希望可以改善 而在接获成情之后 29号上午立委里清华服务处 还有里长就到了现场回砍 就在西湾路一段的这处高速公路寒洞 可以看到行经的人车不少 不过上头的高速公路车子也好多 只是离一旁的民宅这么近 一直以来遭遇问题 也让附近居民很困扰 所以也一直在争取施作隔音墙 这边的高速公路很吵 而且为什么高速公路两侧的时候 怎么会做明珠社区单侧呢 然后这个左侧这边没有做 当时是不是经费不足 还是说只有经费能够施工一半而已 这次今天真的很感谢立法委员李清华 的帮忙争取了这一段 西湾路这份246号的这一段单边的隔音墙 张北里里长谢作民反映我们中山高 这个西湾路寒洞口这边 因为高速公路车流噪音很大 那经那个谢作民里长跟我们服务处来反映 那我也请高工级来特别增做 增加做隔音墙 以免噪音影响我们里面的那个生活环境 这几天隔音墙工程终于进场施工 也让地方很开心 只是开始施工之后却发现 只要下雨天边坡的土石 就会不断的滑漏下来 堵住底下的排水沟造成积水 所以29号上午立委李清华服务处 以邀请相关单位人员到了现场会刊 这狗下来啦 狗下来都阴摇啊 我对那个狗我也来到群 群的垃圾了去 上面有一些那个水流土石 流下来跟石坏掉下来 那他们施工当也很快 今天要来把它清除 因为怕下好雨的时候 会煮起来的话 水会淹到民宅进去的 造成损伤啦 不必要的困扰 那现在大家这个工程 预计在将在 盐月底左右 可能会施工完毕啦 目前正在施工 预计我们104年盐月底会完成 那后续有一些周边的改善工程 我们会请高工级尽数来改善 土石滑落堵住排水沟的情况 已经请施工单位注意 而寒洞两边的隔音墙工程 也预计在明年1月底会完工 介程慧玲细织指采报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